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候 大家都表现好点 要是问到了 别给我多嘴 接下来检查一下 仪容仪表 你个新来的 穿金戴衣给谁看啊 戴手续又不会影响工作 为什么不能戴 给我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就是个小职员 整天能装艳末的想勾引谁呢 马上给我把妆卸了 公司什么时候规定不能化妆啊 规定 我跟你讲 在这儿 我就是规定 我让你卸 你就得卸 我要是不卸呢 不卸是吧 我帮你卸 还想英雄救美 是吧 干嘛呢 表哥 表哥 大元和新来那个女的欺负 明明就是你 别生动 就你们俩闹事是吧 王总 我问他的事 都是我的问题 大元 我可提醒你 别总想着长出头 到时候 吃贵的是你自己 祝贵 您别生气 你新来的 不懂规矩 成英雄是吧 好啊 我是个佛车 马上 你 好 我坐 别太过分了 没事 我可以的 你不是很明白吗 继续呀 滚 表哥 你没事吧 还好吧 还好 这年头 居然还有人 拿自己家合照来当避纸啊 你是老板的女儿 唐一 你说呢 Pintox 哼 这年头 谁不会批土啊 你虎谁呢 我还说唐一是我老婆呢 是吗 你别欺人太甚 表妹 这两个人 你想怎么处置 嘿 我看你妆都花了 我帮你补补吧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子 干什么 折总 折总 什么风把你吹吹来了 姐 你没事吧 姐 今天我要不是过来看一下 还真不知道这里被搞得无烟瘴气 听不懂人话吗 说话啊 一总 我知道错了 一总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 不知道是 那是不是来一个人你们都要欺负呀 不是这样的 一总 不是这样的 姐 你看这两个人该怎么处置 不是这样的 你还不错了 公司正好还差宝洁 既然你这么喜欢化妆 那就招给你们了 一股床的风格飞 哦 对了 你们可不要辞职哦 不然我可能会在夜内封杀你嘛 姐 你找什么呢 今天帮我的那个男生呢 不知道 怎么了 总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 黄一终于留见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 rất乱雅 好 谢谢你 谢谢你